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有一名從英國返港的留學生 在網上寫了一篇見證 踢爆特區政府在機場口岸所採取的防控措施 是有諸多的漏洞的 這一名的留學生是這樣說的 我剛剛從英國回到香港 當飛機一落地後 空姐就給了一張健康申報表我 當我走到醫道前 有一位衛生署的職員 就幫我系上電子手帶 然後再走前一點 就有一位護士幫我量度體溫 叫我不要出街 到這裡似乎沒有問題 但漏洞就在細節當中 第一 那張健康申報表上 就要填寫自己的姓名 身份證號碼 地址和電話號碼 只不過 就沒有人會檢查 你的身份證號碼有沒有錯 而你的地址和電話號碼 就算亂寫也沒有人會理 因為在現場 就沒有人會幫你核殺 第二 前幾天有些從外國回來的人 就剪爛了電子手帶 甚至乎就這樣脫了出來 因為有些衛生署的職員 把電子手帶扣得很鬆 我就看到機場裡有些人 手帶鬆到差不多跌出來 如果有些人有心要剪或者有心要除 對於社區是會構成很大的威脅 第三 如果你是走入境處的counter 而不是經過醫道過關 我就看不到那邊 會有任何的職員向入境人士解釋 當你入境以後需要遵守什麼規矩 那些人很容易就因為沒有聽到解釋 而犯了事都不知道 第四 就算你走這裡 有護士跟你解釋 你需要遵守什麼規矩也好 他們就沒有跟你說 你需要在兩個小時內 到達你的居所 以及要下載一個手機的監控APP 我也是靠看新聞和朋友告訴我 才知道要下載這個APP 這個APP在註冊的時候 就需要用上你在健康申報表上 所填寫的電話號碼來註冊 如果你報上去的電話號碼是留的 根本上你就不會收到電話的SMS訊息 政府又不會知道你在哪裡 你又會有一個藉口說 根本上都收不到訊息 此外那個訊息的發放時間 亦都是很不準確的 我比較幸運 等了三個字已經收到 我有個朋友等了三十六個小時 都未見到那個SMS 最後的就是 這個措施允許所有入境人士自行坐車回家 如果有些人沒有被職場抽驗 而他又帶有病毒的話 豈不是會出現社區接觸的情況 而且入境處的職員連保護衣都沒有 只有口罩和小部分人戴上手套 這樣的接觸就會非常高危 這一篇的見證其實就將從機場口岸入境的防控漏洞 1510這樣全部挪裂出來 特區政府就很聽一下這些意見 看看如何來堵塞漏洞 包括那些入境者 有什麼可能亂按填報的電話和地址 你都不知道 地址你就說可能他亂按報 也沒有辦法 因為他不會帶著住址證明入境 但是電話號碼你怎麼可以不檢查 這件事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其實我相信特區政府內部的人 都會知道 有時候打電話號碼可能是不通的 或是找了另一個人 根本上那個入境人士 就亂填一個號碼上去 這些已經是之前有發生過的 包括早前有人已經在網上投訴 自己的電話號碼是遭到其他人的挪用 但是政府負責監控的人員 就揭移不捨地不斷WhatsApp他 SMS他 就提他要留在家裡 然後稱呼他為什麼小姐 根本上那個是男人 又不是那個姓氏 然後你打到去給他的時候 別人都已經告訴你 不是那個人 但是你還是繼續用這個電話找那個人 因為你根本上聯絡不上 原先那個入境者 那就是你要在這個入境的時候 做一個核實的措施 其實很簡單 你放一部電話在這裡 只要叫那個人打那個電話 你就已經有來電顯示了 這麼簡單的事情你都不做 反正現在的航班已經減少了九成有多了 入境的人士就剩下幾千有 你是絕對有足夠的時間和資源 來核實那些電話號碼的真確性 如果有人報稱我沒有電話號碼 是不是我剛剛回香港 那你就叫他打電話給家人 不會一個親戚都沒有 是吧 孤兒嗎 是離譜的孤兒 你就叫他買一張SIM卡 找人陪他去 總之一定有方法 你不要連電話號碼都假 一入境以後就失聯 找不到他 可能要七天十天才找到 被人斷正在街上戴著電子手帶 大無私樣地逛街吃飯 你才看到這樣就遲了 你制定這些措施的時候 可不可以靈活一點 不要那麼死板 不要那麼迂腐 不要那麼官僚 不要你一個屁股就坐著腦袋 是不是 你制定這些措施 你不能夠依靠入境人士的誠實 他的誠信 他的自律 如果你要靠那些人自律 你用鬼綁電子手帶 你派一張紙給他說 你十四天之內不准出街運 在家裡就可以了 你搞這件事 你其實都是不信任他 是不是 如果你認為每個入境人士都可信 你為什麼要弄電子手帶 他自動自覺就會回家睡覺 你就是不信任他 你不信任他 你就在調查一些 法運 搞這些措施出來 寫本續末 應做的就不去做 搞這些笨蛋子手帶 正如這篇見證所說 如果衛生署的職員混得鬆一點 他脫了一條手帶 放在家裡的樹 然後再逛街吃飯 你又能吹他帳嗎 你又能管得到他嗎 你又能知道他是嗎 額頭著著 什麼時候回香港 吸了一個印在頭上 宋剛 弄了一個落印在那裡 寫著一個反字 這些人真是白癡 制定了這些低B政策 好心你推出之前 就找政府內部的人員來檢視一下 到底他有什麼漏洞才好搞 不是搞完出來 根本上就是沒有作用 在那裡自欺欺人 接著就說回林鄭 他今天開行會之前見記者 他煞有介事地點名 公民黨的立法會議員 郭榮鏗 催促他盡快要完成內會選主席的程序 被立法會通過任命張舉能 成為終審法院的首席法官 林鄭很明顯就是以任命法官為名 推國歌法這些惡法為實 因為內會為何現在拖拖拉拉搞了這麼久 其實就是因為泛民拉布 在選主席的程序裡 因為如果他們不在選主席的程序裡拉布的話 一旦是選了主席 一定是由建制派出任的 而且當在內會表決的時候 一定不夠票 如果要阻擋國歌法這些惡法的話 只能在內會選主席的程序裡 繼續拖延下去 郭榮鏗在回應林鄭的時候提到 說現時距離馬道立大法官退休 還有十個多月的時間 為什麼林鄭要求立法會 要立即通過張舉能的任命呢 在沒有違反議事規則的情況下 他絕對不會扼殺議員的發言權利 他強調內會現時面對的是政治問題 如果政府繼續堅持推動國歌法等等的惡法 民主派就會寸步不讓抗爭到底 他同時也批評林鄭嘗試將司法任命政治化 將它變成逼使內會盡快選出主席的政治籌碼 做法是極不治也是極之可恥 就算在九月立法會選舉以後 才通過張舉能的任命 也不會對本港法治造成任何影響 因為香港的法治不是建基於一個人 而是建基於整套司法制度 我覺得他說得沒錯 周浩鼎這些跳樑小丑 當然馬上出來斥責郭榮鏗 他怎麼說呢 他說張舉能在法律界上是有聲譽的 是合適的人選 他認為反對派是將事件政治化 認為主持會議的郭榮鏗等人為了政治目的 令到內會停擺是不負責任 如果本屆立法會因而未能通過張舉能的任命 將會影響外界對司法制度的印象 實情負不負責任 就不是你這隻周浩鼎去說的 周浩鼎作為律師 這麼喜歡參選 不如選法律界 你就跟郭榮鏗撼過 既然你認為郭榮鏗是不負責任 他是對不起法律界 你跟他去選吧 你作為律師 到時候 法律界便可以用選票投你這隻周浩鼎 踢走郭榮鏗 既然你認為他不負責任 實情負不負責任 就不是你這隻周浩鼎可以定奪 就是要向選民交代 要向市民交代 如果大部分市民都認為 他作為這個會議的主持 是做得很稱職的 有什麼問題呢 如果泛民不在選主席的程序當中拉布 到你選完之後才拉布的話 到時候建制派的內會主席便會展布 一展布的時候 國歌法是否有機會通過 到時候泛民更加沒有面目去面對選民 所以你怎麼會說他不負責任 很多市民都認為他們正在盡責任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